多一點點例子 這些例子就沒辦法用比較底數的方式去做 因為人腦是做不到的 所以第七題 又是這些題目 你沒辦法把30寫成2的幾次方 所以我們就要用一個策略 就是兩邊都做一個lock的處理 2x30 目的就是為了把這個x 把這個指數拉出來 變成一個線性的方程 總之一圓一次方程 雖然這個lock2就叫lock2 但實質它只不過是一些普通的數字 你可以用計算機調查數字出來 所以就是x 除以lock30 除以lock2 性質就跟3x 等於5是沒有分別的 你只是兩邊除以3 差別就在於現在要計算那條數出來 那條數就是lock30 也是按回lock30等於 然後再除以lock2等於 那你就會出到一個數值 那這個數值應該是4.91 那到底這個數值合不合理 那我們又想一想 首先 2的4次方就是16 2的5次方就是32 那麼 30 就是比較近 比較近32 所以它介乎4和5中間應該是4點多 而4點多也是比較近5 可能 不一定 所以算到4.91 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數值 那就是這樣 那就說到第10題 第10題 12的3x 減1 次方等於56 同樣道理 12和56 你是無法寫成同樣的底數 所以我們就兩邊 取得lock 那留意 3x 減1 可以抽出來 那就lock12 但是這個寫法是錯了 因為你不寫括號 我就會當作1乘以lock12 但實際應該是整個指數都乘回lock12才對 那在這裡我想要x 將它一層層擴展 將最外圍的lock12拿走它 那現在本身黏在一起 即是它們本身是乘的關係 所以我兩邊都隨意lock12 這一部分你不用簡化了 亦都無法簡化 那之後只不過是用計數機 計算數值出來 那所以左邊就變成3x減1 那之後就做回等式一樣 3x就等於lock 56除以lock12 然後再加1 最後把整個數除以3 那便會計算到答案 那答案是多少呢 那我們就用計數機 按x就會等於0.873 然後再按 如果你按算數機 按極也不能按 那我建議你分開一點點按 先按好這個數值 加1 再除以3 又或者你在這裡 已經把它換成一個數值 這樣也可以